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公平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咸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 济世修 抬头乌越楚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 进攻受挫 十四名兵败南城 亲临前线李光碧 固守中坛 10月12 燕军开始进攻中坛城 李光碧命木将 丽妃原理 率领精锐的士卒 在阳马城布防 自己则登上了中坛城的东北角 在一处瞭望台上 纵观整个战场 用一面小红旗进行指挥 燕军凭借人多势忠 同时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每个方向各有八支纵队 每支纵队前面 由士卒呢 铲土填钩 一填平 后边再有工程器械的车辆 就紧跟上来 士卒继而砍伐栅栏 开出一条进军的道路来 眼看着燕军 从三个方向迅速的逼近 而丽妃原理却还按兵不动 瞭望台上李光碧有点急了 连忙派人去问他 说怎么着 你眼睁睁看着敌人 填平壕沟 砍开栅栏 你怎么动也不动啊 丽妃原理回答 大人是想守 还是想战呢 李光碧说 那当然想战呢 丽妃原理说 那既然想战 敌人耗费体力 替我们填钩开栅 何必阻拦呢 李光碧一听忍不住乐了 看来自己也有轻率急躁的时候 丽妃原理啊 既然是想以义代劳 然后呢 趁着燕军呢 疲惫之际再发起进攻 那这想法很好啊 他就命人的给原理回话 好 我那倒没想到这一层 你伺机而动就行了 片刻之后 各路燕军已经相继砍开了栅栏 从缺口处源源不断的涌入 丽妃原理抓住了战机 率领赶死队 迅速的出击 一下子就把燕军逼退了数百步 可是随着后续部队的到来啊 燕军呢 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立战不退 丽妃原理不知道 后边赶来的燕军 到底有多少战斗力 于是呢 也不练战 马上率中啊 后撤 准备等摸清的情况之后呢 再行出击 一剑的原理退兵了 撂望太阳力光碧 又急了 中坛城三重防御攻势 已经被燕军破坏两重了 剩下那道阳马城啊 就那么跟肩膀那么高 是那么一层墙 那就是一百事啊 根本没法有效阻挡燕军的进攻啊 如果丽妃原理退回城中呢 中坛城必定会陷落呀 李光碧情急之下 立刻派遣 传令官去赵原理问话 准备将军阀从事 然后再换人上去继续他 丽妃原理听到传令官召他 没好气的时候 什么呀 战况正极 赵干什么呀 说完了 布尼采传令官了 自行率众退回了栅栏内 然后密切关注燕军的下一步动作 燕军呢 虽然人多势忠 但是被丽妃原理刚才那一番突击啊 基本上呢 事情已经折了大半了 哎 所以唐军撤回栅栏之后 燕军也不敢掉以轻心 也不敢使劲往前跑 而是停滞在栅栏外边 犹豫的观望 见这个情景 丽妃原理心里有数呢 重新集合了麾下 所有精锐不忠 却不急于出击 而是继续呢 耐心等待 栅栏外边的燕军 既不敢攻也不敢退 就胶着在那了 不久呢 就出现了烦躁不安的 阵阵骚动情绪了 这什么情况啊 咱们打是不打呀 底下当兵呢 当然呀 他没什么太精细的想法 要打咱们往前跑 要跑咱们赶紧跑 对不对 你这玩意打是不打呀 在这天天在这晃悠着 丽妃原理一看 这出现烦躁的情绪了 那好嘞 立即下令 雷动战鼓 全军出击 这一回 燕军可终于没有抵挡住 唐军伶俐的共识 被杀的那叫丢亏气 假设打败亏输啊 望着潮水般退去的燕军 李光碧脸上露出了欣慰的 也略带惭愧的笑容 无庸讳言呢 李光碧在这一仗当中啊 连着犯了两次错误 要不是立非原理两度抗命 这一仗的结果 很可能就没法料想了 由此可见呢 两军对异啊 那拼的绝对不是两个主帅 怎么智谋如何厉害 战略如何能的 而是上至主帅 下至每一个小兵 都临机时候 临敌的时候那种机智 胆识和战斗力 不论是立非原理组织的 中坛城之战 还是李鲍玉负责的 南城守卫战 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都是负责任的主将呢 自己拿办法 在中坛城战败之后啊 燕军呢 这时候开始重新调整部署了 由史自明亲率一部 继续进攻南城 由周志呢 率一部 咱中坛城打不下来 得了咱打北城吧 李光碧得到情报 迅速的率众进入了北城 他呢登城观察了 一身燕军的阵势 然后兴用成竹的 就对部将说了 哎 敌军虽多 但军容不整 不足位呀 我向诸军保证 过不了中午 定能将其击败 随后李光碧 命诸将同时出战 但是一直打的这天中午啊 双方依旧是难分胜负啊 李光碧就把这个将领 都召回来了 说怎么样各位 这一上午打下来 你们觉得敌军阵营 哪地方最强啊 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冲西北角的时候 比较比较坚固 不好打 李光碧急命部部将 郝庭玉攻西北角 郝庭玉请求 拨给他惊旗五百 李光碧给他三百 接着李光碧又问 哪是次强呢 有人说东南角 李光碧命部将 这个论维珍出战 论维珍说了 你给我惊旗三百 李光碧就给他二百 最后李光碧呢 就对仲将说了 说诸位啊 你们听从我的令旗指挥 如果说我这个旗帜 摇动缓慢 你们就自行判断攻击方向 如果旗帜快速的摇动 并且三次朝下址地面 则万众其尽 不惜一切代价攻入敌阵 若有退者定斩不射 下完命令之后 李光碧从卫兵手里 拿过一把短刀 就插在自己的靴筒里边了 大声就说 说战争呢 就意味着死亡 我身为国之三公 他是司空嘛 不可死于敌手 万一战事不利 诸军死于敌阵 我必自稳于此 不令诸军毒死 而我毒火也 众将一听 得了 主将都说了 他都不怕死了 我们怕什么呀 随即出战 各率所部冲向燕军军阵 双方很快就绞杀在了一起 片刻之后 郝庭玉突然脱离战场 跑回城下 李光碧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回来了吗 领亭玉一退 那情势可就危险了 说完机灵 传令官 去取 郝庭玉手机 我砍了他 郝庭玉大喊 不要弹我 我的马中箭了 不是后退 传令官回禀 李光碧 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赶紧命他 换了座机 反身再战 郝庭玉换了马 接着回 继续打 稍后又有两名将领 在燕军的进逼之下 逐步的往后退却 他们是谁呀 去把他俩手机给我取回来 不过怀文父子一剑 城中持出一计 提刀直闷他们而来 明白了 这是来取手机了 赶紧率步下 快快快 咱们继续继续打枪 重新杀入了敌阵 就在战斗进行到 最激烈的当口的时候 和阳城头的令旗 开始剧烈的摇动 并且三处于地 唐军各部不约而通的 发出惊天动力的寒杀声 全力攻击燕军 燕军抵挡不住 全线崩溃 被斩首一千余击 调进黄河逆死者一千余人 另有五百多人被俘 燕军大将徐黄裕 李禽兽被生擒 周智锦率数旗仓皇逃窜 燕将安太经 带着残部逃回了淮州 周智大败之后 史思明不知战况 仍然在进攻南城 直到唐军 把五百多个燕军俘虏 压到南城城头顶上 这史思明才知道 周智已经失败 不得不解围而去 无论史思明是否愿意承认 李光碧啊 始终是他的天敌 河阳之战 彻底粉碎了 史思明速战速决 西晋同关的企图 随后的日子里 史思明一直被李光碧 牢牢的牵制在中原战场上 根本没有办法西晋 更不要说攻去长安了 一种巨大的挫折感 在史思明的全身上下弥漫 此时的史思明当然不会知道 用不了太久 李光碧就将败在他的手里 而且败得非常的惨 这是后话 咱们且按下不表 再来转过来 说说唐朝的内部 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啊 帝国的大片山河都遭到了叛军铁蹄的蹂躏 战火呢燃遍了大河南北 狼烟笼罩着东西两境 可问题是 唯独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 幸运的躲过了战火的土土 始终保持着相对的安宁 那无论是当初勇王李林的短暂叛乱 还是燕军一次次想江淮进兵 都没能打破这一片帝国后院的安宁 可是到了上元元年 公元七百六十年 江淮地区的安宁 还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给打破了 叛乱的人是谁呀 这个人名叫刘斩 时任怀西节度赴使兼宋州次使 宋州是今天河南商求 严格来说呀 刘斩不是自己想反 而是被逼的 因为他一无谋反动机 二无叛乱行进 之所以走上这条不归路 其实是源于无处不在的官场斗争 怎么回事呢 刘斩呢 有一个同僚兼好友 名字叫李显 时任御史中成兼怀西节度赴使 两个人都是怀西节度使的副手 那按照观场的游戏规则 刘斩和李显是不能走得太近的 否则必然会引起顶头上司的猜忌 可问题是呢 刘李二人的性格也都不是那种小心翼翼温和内脸型的 而都是那种锋芒毕露我行我素型的 所以根本不管这套啊 我就瞅着我这哥们好 我就愿意跟他们的一块玩 这俩人不但成了私交甚毒铁哥们 而且还是配合默契的政治拍档 他们从不把顶头上司放在眼里边 甚至经常联手把上司给架空了 历任怀西节度使都对这两个桀骜不逊 狂妄自大的家伙深恶痛绝 可是呢又都拿他们没办法 这俩人确实能办事 后来呢有一个狠角啊 来到怀西节度使人生了 于是呢这好戏就开了场了 这狠角叫什么呢叫王仲生 哎他可不是依然省油的灯啊 更不会像前几任节度使那样心词手软 你俩闹吧 啊闹完了我也不管你们 上任不久 王仲生就以贪暴不法的罪名 把李贤给逮捕了 玄机奏请朝阵 毫不留情咔嚓李贤 除了李贤以后 王仲生又迅速的把矛头对向了刘斩 这个时候呢民间呢就盛传一首摇衬 其中一句是怎么说的呢 说守之金道起东方 这王仲生啊就把这谣言呢 附回到刘斩身上了 守之金刀金刀刘嘛 是不是哎 怎么那么说 经常那么说啊 然后呢受益监军 宦官哎 这个行严恩入朝奏报 说刘斩呢 一贯犯上抗命 而且刘姓呢 是硬了姚称的 应该尽早将其铲除 一绝后患 这个行严恩呢 回京之后呢 极力的向宿宗呢 就禁言 就说刘斩呢 这和李贤一会儿呢 如今李贤记出了 刘斩呢 拒不自安 哎 如果不趁机除掉他 恐怕这个人会生乱 但是刘斩手握重兵 必须用技术之音 强打不行 强打手的也兵不让 奴才兜弹建言 不妨着身刘斩为江都 江淮都统 让他接替原来的都统啊 李桓 等他交出兵权了 前往广陵夫人的路上 咱们再把他给咔沉了 这诉讼一听好啊 一计而行吧 下诏任命刘斩为江淮都统 也就是一人呢 兼任了淮南东 江南西 浙西 这三道的节度使 江淮都统嘛 同时呢 下了一道密诏 命原江南西 浙西节度使李桓 原淮南东道节度使 邓景山 联手除掉刘斩 行言恩 这个自以为 调虎离山的计划万无一失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他的自作聪明 最后竟然引发了一场 席卷江淮的叛乱 怎么着呢 这行言恩呢 确实是真的自作聪明了 当行言恩带着皇帝赵叔 来到宋州的时候 刘斩马上秀出了危险的气息 他对行言恩就说了 我呀 自从投身军旅 短短几年之间 有官之刺史 可以说是骤然大富 骤然大贵了 江淮又是帝国的财富重贞 都统之职啊 举足轻重 我呢 也没什么功训 我呢 也不是皇帝的宗情 突然得到皇上这么大恩典 实在是有点受宠若惊 更确是匪夷所思 老弟我问你 莫非 刘斩顿了顿 直视着行言恩的眼睛 说莫非 有坚定小人 从中挑不离间 跟皇上说我谋反 给我刘某设了个套吧 说完那句话 刘斩忽然做出一副委屈之状 紧跟着眼睛啪哒啪哒就掉下来了 哎呀 这个行言恩这时候心灵慌 看来这小子起了疑心了 心里略过了一身恐惧 但可是呢 他还是强作镇定都没表现出来 哎呀 刘公素有才望 皇上身为看重啊 正式考虑到江淮的重要性 这才破格题吧你 可你你看你看 反倒起了疑心了 你这是为何呀 刘斩那时候把眼泪收起来了 哎呀 抹了抹自己 直钉钉就钉着心安 看了片刻说 如果这不是一场骗局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拿到印信服劫呢 你不是让我当江淮都统吗 那你让我当都统 你把印信给我呀 你没有证据 我怎么当都统啊 行言哥没想到刘斩会来这么一手 但是他反应挺快 啊这行马上可以 没问题 为了消除刘斩的疑心 兴言恩呢 只好赶赴广陵 就是今天江苏扬州 把情况呢 就告诉了李桓 然后呢 将这个印信服劫就拿过来 就交给了刘斩了 兴言恩心的话 我这么做 我就稳住刘斩了 可问题是 刘斩不是笨蛋啊 那么兴言恩 把印信服劫都交给刘斩之后 刘斩又是怎么做的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咱们